听说现在机场就是亲属不能久留了 坐到这边差不多 就要回家 哈喽大家好 久不见 我是尼姆塔 欢迎我VK 上周我的妈妈还有弟弟回中国了 所以这期视频呢 我会给大家分享她们的回国流程 入住酒店还有发生一些事情 希望能给想回国的伙伴们提供一些帮助 在增进前的48小时 需要准备核酸加血清的酸性检测证明 你在获得两线检测阴性证明后 通过微信小程序反应健康码申报个人情况 并拍照上床检测阴性证明 申请带HS石标的绿色健康码搭乘堂班 so let's go 终于到了他们的上海隔离酒店 一天一个人的伙食费三餐是100 房间是300一天 呃房间是有点小啦 以下是来自我弟弟的吐槽 还有我妈妈的吐槽 衣服被瓢白洗那时说喷进来 门口竟然被他们这样碰掉 当时碰掉我就想过 我说味道这么浓 就是瓢白洗衣服会瓢没用掉 我还在想这些事情 我上楼过一回家儿子秃掉 我说怕泡掉那时没洗嘛 要是早上洗掉的 真的是没用了 全部衣服都是点点了 全部 整件衣服整件裤子都没用了 正在被碰没用了 所以建议baby们回国的时候 尽量不要穿自己心爱的衣服啊 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由我弟弟提供的 于是三餐 以及来自他个人的小小吐槽 这个卤蛋有一点点咸 然后就没什么味道了 最好吃的是这个小米糕 然后第二个这个卤蛋 其他都没法吃 这个豆腐皮加这个豆嘛 咬进去豆腐皮特别干 然后这个是豆芽 脆脆的 这种咸的豆芽没什么特别的 还有一个这个好像 沙丁鱼一样的东西 一串QQ的 吃的特别腻 感觉有很多 就只能吃这个 特别淡 一点味道都没有 然后把今天唯一块肉给吃了 这个是晚饭 首先这个盘特别特别新 没法喝 然后我尝一下这个 这里面有两块肉 肉 肉没什么味道 都有青椒味道 最好像是鸡肉 嗯鸡肉没什么味道 都有青椒味道 这个是 这个是豆腐干 不知道是什么 油果木头的 特别难吃 这好像是虾盐 嗯 这是虾盐 在他们回国的大汗班中 将发现两名感染者 好在是有惊无险 肥盈们回国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喜欢我的视频小伙伴 不要忘了订阅 关注分享我的频道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